我們下一位請到台南公衛學院的 站長前面的掌聲來給我們做原理 謝謝張教授很清楚的一些數據 公共衛生也是講過這個政績科學 最近的20年來 因為這個比爾蓋茲基金會 他要在投資全世界的健康的改善裡面 他就成立了一個叫做疾病負擔的這個計劃 目前是由華盛頓大學 就是在西亞島的這個華盛頓大學 有一個這個健康舉證的一個研究計劃 每年大概都會把全世界各地的 各個國家的健康的狀況 等於造成這個死亡或是受傷以後 比較失能的這些資料做一個統括 那他會從疾病的角度 從造成疾病或死亡的原因 來做一些統計 那交通意外事故都是台灣全時大的這個造成我們死亡 加上死亡以後失去功能的這種可能一個指標 叫做健康指標裡面的前十大 那常常佔我們所有這個死亡加失能起來 我們叫做大理的總數的大概5到6% 所以這是台灣相當重大的一個死人的原因 那這也表示台灣的這個落後 比較進步的國家這種 你看得到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傷亡 都會比較低的 那為什麼台灣這個一直沒有下降 這個是值得我們這個社會所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用這樣來從張教授看到 這個事情國際上都看得到 那裡面呢更重要就是說 它會算出來說你這個 不得安良天年的人數的風險 也就是說剛提到的15歲到這個20幾歲的年輕人 或是65歲以上 我們有一個平均壽命你可以活到那個年歲 結果他就提早死亡 我們英文叫permature death 那這個常常都是台灣最重要的前三大 也就是說因為意外事故讓人不能安良天年 那個是就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們生下來然後在這個社會生活生存 然後就會長到應該有的這個年歲 這個也就是不是一年早逝 就是說老年人他才想要安養這個天年的時候 他就因為意外事故死亡 那這個大家在報章雜誌常看到這個很多的悲劇 不管是一般的高中生 一直到我們台大的這個很好的急診室的醫師 就被撞死 這些事情大家知道那個是 被社會的衝擊是很大 如果功利主義講一點順勢是很大的 但是就是從人權上這個就是不應該的 他只是要上下班上下課 然後是在跟上走就被撞死 這個是一個非常殘忍的社會 而且這些數據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那就是因為這個不能安良天年 讓台灣在過去十幾年來 我們的平均壽命在接近80歲子左右呢 進步的非常慢 進步的非常慢 那跟我們寧靜的國家 韓國、新加坡、日本、香港或是澳門 都不是這樣 他們到了平均壽命80歲 也就現在出生的人 大概平均壽命會有80左右 男女生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這樣台灣是長不上去 不上去的原因之一 我們現在看起來空氣污染是一個原因 然後這個意外似乎也是個原因 所以台灣如果不這樣努力去做的時候呢 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那剛剛這個長教授有提到 不過這是國安問題 這確實是國安問題 怎麼說呢 這個機構曾經做了 最近的一篇論文做了一個估計 到2040年全世界 平均壽命的盤子 跟他的年稅 那我們就去把它看 如果我們這些事情都不改 我們這些風險都不改 2038年 照他們的估計 不是詹老師的估計 這個都有分 2038年 中國的平均壹命將超過台灣 這算是國安問題 請問到那個時候 台灣如何自主 所以我希望說這一次 胡雅瑪的事件讓政府知道 科學是有用的 科學是要能夠指引政府正確的政策的置地 那剛剛是非常驚訝的聽到 張教授提到事故發生前的六個禮拜 事故發生前的11年 都已經講過 該講的都講了 現在問題是說 這種問題為什麼該撼動不了這樣的系統 因為我今天最主要要講 那張教授本來講了日本的這個例子 那更明顯的例子就是 美國的交通安全委員會 如果台灣要模仿 美國交通安全委員會的成立 總統任立國會聽證通過的 這個委員會的小組 那怎麼去調查 那最近的一次就是在 也是在美國華盛頓州接近 這個西亞里的一個鐵路的這個出軌 那你回來看看台灣如果沒有獨立委員會 又現在這樣子 可能是問題製造本身的行政部門 他很隨意的找了幾個這個政務委員 然後他就形成一個委員會去調查 第一個時間沒有想說 這個政務委員可能是問題所在 那你就請他去調查 這個美國在專業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他們這個專業委員會呢 會在發生事故的第一時間 我在講的時候最近在美國的調查 七到十天就有一個專業的小組 去到那邊七到十天在事故的現場 收集所有的物理的特性 到底是車的問題還是軌道的問題 然後呢有非常完整的 討論是人的問題 是駕駛沒有辦法辦下來 為什麼沒有辦法辦下來 好 那麼不斷的這樣去釐清事情 才有可能有專業 這原因 做這樣事情的原因 就是說美國市的這個 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的調查 是要找到根本原因 而不是要救責 找原因跟救責是兩件事情 那原因離親可以讓救責的對象 跟救責之後應該負的責任更離親 但是整個過程不再救責 要找原因 那找原因是科學的 是系統的 所以它有系統的去瞭解 為什麼會達到這個情形 那對短暫的調查是這樣 拉長一點你就要知道 每一個餐影響到這一次安全的每一個環節 基建也好 人也好 管理面也好 它的時間尺度都不是眼前看到的 古悠瑪就要從買了以後 用了這麼久 這過程裡面 歷經多少的管理系統 這個管理系統裡面有管理的人 所以眼前看到的局長怎麼是根本原因呢 他可能根本原因之一啊 還有很多過去的 那這要怎麼調查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交通部門從飛安到 這個船舶到鐵路 這部分有相當大的壟斷性 也就是說 它專業知識的壟斷性 常常掌握在一個很大的公司 或很大的國營公司 就是因為這個特性才需要專獨立的系統 社會有一個獨立系統去調查 否則你就覺得只有他們可以調查 那美國澄清好幾個會案裡面 必不得不去找到國營公司的人進去 要一起調查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說 會不會在調查的過程 因為飛機的提供者是就這樣公司 可是你又要知道 這個飛機的提供者這過程 這個它的基建裡面有沒有很專業 是其他的調查所比較不足的 那非得要用它 那產生了一些 我們在風險這個社會科學裡面 很多的討論說 這個美國的做法叫做 它邀請了相關的單位叫Parkis 一起來工作 那這個過程會不會有問題 那大家想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最後他們就是說要找專業團 你找學界 一起進入 那我們不知道 這一次在調查的過程 國家有沒有用什麼方式 Nominate哪些社會可以接受的專業的 譬如特別是學術界的人 進入這一個整個的調查 那如果沒有的時候 這樣的調查會找到根本的原因嗎 這樣的調查會把系統性的問題找出來嗎 所以這種種的問題 從這一次的這個事件到現在 我已經隱約看到一些 可能沒有辦法好好深究的 甚至可能都達不到十一年前的 那一個報告的結果 那我們的社會就可能這樣的原因一直在發生 那所謂的究責就是沒有科學證據下面的究責 那這樣是國家的不信 所以這一次不用馬事件 我是覺得說要好好的來審視 那積極的建議還是張教授的建議是對的 最近講說一發生事情就拋出說要一個 成立一個委員會 其實是不用的 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 其實可以把飛安把很多東西 如果要找美國的方式 它裡面就是我剛剛講的飛機 鐵路 道路 還有高雄五層這個承包的管線 就運輸的這些管線 通通是涵蓋這裡面 那國家就應該在既有的飛安員裡面 擴大把該管的放進來 而不是只有飛安而已 而這個我就不曉得行政院很急的 很隨意的拋出這個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決策過程 那參考的到底是什麼 全世界沒有為這個交通工具 為那個交通工具成立一個委員會 你就好好把交通成立一個委員會 那這個在目前更是過去的時代 當我們要能源轉型的過程 台灣在亞洲是第一個從事 立岸風電的建設的一個國家 大家想想看 這樣的海事工程在台灣是沒有的 這樣的海事工程的時候 可能遇到的安全的問題的指引 以後怎麼去做的 就是我們要深刻 到時候因為這個東西 除了國內之外有國際的事情 那最近幾次 美國的颶風裡面有一些破傳 然後在颶風之間沉下去 你要知道那所動員的調查的機具 專業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國家如果不會籌謀 把非安擴大成我們國家現況裡面 道路、鐵軌、失勢力 偏高的這個事實趕快納走 對於未來在海事工程上所面臨的 種種的調查 跟非航安的這個規劃放那進去的話 那會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參與這個 這個會有很多問題 我覺得當然是系統的問題 系統的問題要有系統的方式去想它 這個隨便投藥的這個隨機起地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都非常的不當 那調查過程要嚴謹 如果翻到報章雜誌 談談這個有權力調查的人說 講那種很誇大的話說 我非常的驚訝 我會非常的震驚 這種東西都不是調查 應該有的心態跟那個作為 那從這邊也顯示我們政府的情緒 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痛聽失蹤 因為還有這麼多人的家屬都在問 為什麼親愛的家人就這樣走 我們的社會不要忘記這個學歷力的教訓 一定要痛聽失蹤 把這一次的檢討的徹底 那避免未來的防止 謝謝 好 謝謝 那參長前教授 張老師特別提到整個知識的不斷性 跟這個專業的調查 我想這個跟張水龍教授所提的是相互呼應 尤其特別是兩位都提到台灣在轉型的過程裡面 整個系統轉型 如果不進行系統轉型的話 事實上 轉大了 轉不開了 所以這個我想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通常發生一個事件之後 10年之後可能都還在原地打步 從無的發生 這我在台灣常常看到數據 那特別一開始 張老師也特別提到數據 攀升 這個15年前從26萬人的傷亡到40萬人的傷亡 這個提高 那張老師也特別提到這個整個轉型過程 一樣在這樣面臨轉型 如果同樣的這個Budel Neck沒有突破的話 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運輸的安全問題 能源的問題 經濟轉型的問題 環境跟勞動問題 就是台灣今天在面對這麼大的一個 聚變的轉型 到底哪一些東西應該要開始來啟動 東西非常重要 那我們先 兩位講者講完了 我們先開放幾個問題 讓大家來提問 那我們再繼續接受後面來 公司 張老師 我是公務電視機久性靴 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有這個 這個經濟多的 對 可以嗎 沒禮物就都好了 我沒有問游房 我是想要問 就是講個交通安全的議題 就是現在公務總局 他們正要希望 想要開放這個客運 新收益這個部分 目前是沒有開放的嗎 那現在是想要彈性開放他們的工時 讓他們的排班比較方便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之前爹戀花的事件 也是一個很大的安全問題 老師怎麼看 就是客運開放這個 這個男性排班 會不會再造成說這個 機構性的問題更嚴重 就是駕駛的過勞問題 想請教老師 有什麼樣的建議 謝謝 我想實際個別的客人 為什麼我們在會後再來討論 今天談可能比較系統化的問題 會比較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人力管理 駕駛這個人力管理的問題 是不是也要全盤的去做檢討 怎麼要來改善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好像業者說 這樣排班不方便 他們就彈性的 政府就彈性想要開放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還是說也要投放評估 簡單來講兩方面 我們不容易達到在行車的過程當中 有雙駕駛 預備接手 也不允許有一個完整的 logistic的一個人員調台 機動調台 註點在某一個位置 按照時程 然後上車來takeover 這個駕駛 這配合我做千號成本 以過去這個非良性競爭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結果也會造成成本的上限 那不但來講 我們交通公共總局 對於遊覽車監管的單位 人力不足 專業剛要上手就升官 所以永遠是新手在辦理 遊覽車管理的業務 所以台大結合了四個學校 兩個學術團體 產生的遊覽車監管平台的建議 到現在八年沒有動作 就是因為沒有這樣一個專業 在政府部門 持續的能關注 包括你剛剛談的這個問題 對我講回來 他就是一個監管能量 跟對這個專業認知不足 讓決策品質 目前處於很低落的狀況 因為他沒有充分的諮詢 跟充分的專業 在內部告訴他 告訴交通部 告訴部長 要怎麼來執行 這就變得永遠有故事的一部分 結果他變成一個定時大人 Unfortunately 所以你是覺得 就是彈性開放他們的彈性排斑 會不會是更學上加霜 我想這個絕對不是只是單一這個改革 不是只有這一部分 所以我是建議 不能只看這個所謂彈性排斑 來論不定說他是不是安全或不安全 或者是政策好不不好 我會建議 應該是一個整套的提升 瀏覽車服務品質 行車安全 降低這個造車通行的 這個整套的措施 應該要出 然後看這樣的一個排行員們 怎麼扣合到我剛剛談的 這個這個駕駛的標籤 整個這個logistic安排 那比較合理 謝謝 好 那不要 這邊再一個一位 請簡短介紹一下 您的類似 我會提到一下 他在座樓的社區 我想就系統這件事情 請教 剛才我們都提到這個系統 那已經提到科學 以至於所謂的這個 如果科學這麼樣的重要 以至於可以作為的話 我想不是只有交通 連我們的衛生 都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哪怕個人都知道而做不到 就是我們都知道 以前是不知 那現在是知道的 以前是不知情 而現在知情之後 要進行所謂的民族審議 我們都發覺 那裡面不是科學的問題 而是原或者物化的問題 所以回過國來 我想要請教 建設系統 我們對照高鐵 它一樣是交通 那高鐵怎麼樣去管理 以至於相對之下 當然民運化是一個大的目標 必然一次 但是就SOP 以至於它的一個管理的系統 對系統來對焦的話 它有什麼樣在原上面的不同 不是科學 我們剛才已經把科學 宗教先生已經給它一個價值了 而不去談論 因為科學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它只能知道所有的問題以外 還有很多必須要用人去處理的 乃至於回到後頭這個 所謂的 我們怎麼樣從產學 我覺得關這件事情 以前我跟在座各位都一樣 會很容易地去批凌政府 但是在現有的民主政治的情況之下 誰坐那個位置都很難做事情 不是人的問題 那個是制度的條件 所以在產學 相較穩定的情況之下 產學怎麼樣發揮功能 而不能一直期望政府 但是我們又不願意多講稅 它怎麼做事呢 所以我覺得從民間NGOE PO 或者學者這個部分 要有 因為學者這樣是跟官是互通的 跟產也互聯的 我們怎麼樣從學跟產 來建立一個監督跟先驅 以至於用基金我們自己 把錢留在自己的身上 我不要期望這麼多 事實預算 你其實還要做很多很多 但是又牽得到人 我們回到系統來看 食物上面怎麼樣預防 我們下一次再願意 謝謝 謝謝 那這位學長提的問題 因為提的問題 剛好是我們後面幾位講師 都會提到的 從工程文化跟倫理的問題 跟整個系統風險的問題 那你這個問題 你待會再進來談 可以嗎 非常好的問題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 其他的先進同仁 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再一位 我們知道學者會參與很多公共政策討論 不過我們也希望 學術業的人 這些地氣要比較深入一些 因為相對看其他的國家 他可能一個教授去主導一個發展 而不是說 當然這個也有很多是文化的問題 像我們在看 比如說我找到另外一個也可以 大家要談談 像校長區有一個防救災 其實那個防救災 其實在救災裡面也是一個主題 我們多年前大家又研議說 指揮車裡面把所有的通訊 全部納入到裡面 但實務上面根本不可能有人會在那個時刻 來操作那個東西 可能是說你要做一個學術的論文是可以 可是那個是不是實務 實務其實是他在那個防救災的時候 就是想辦法行那個 Cable TV的計程序 把那個SNG的拍 開去他就拍了點照片 那個Vidio 然後出色盤回來 他有很多的 你也比如說 那個Wokey Tokey的學會 這個會員想辦法把他們弄到那邊去 他們就可以用Wokey Tokey 緊急點館 這也是很務實 而且又很節省 那個經費 那像台鐵的這個問題 當然我沒有實際上去深入去調查 或看上去的話 就是說日本買的車子裡面有監控系統 說線沒有接上去 當然我不知道怎麼正常 然後後來驗收就恰好 可能大家也當種日文 還是說人手不足 他也忘了點這個東西 英國揚雜 後來又找了那個 又實際需要 然後又找了三張電腦 所以說兜了一個東西上去 但是結果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到時候又沒有 都沒有那個做 當然那個監控系統的話 你沒有做的排位置設定 它出來的話 可能那個Around report 那個燈號是滿天星的 那滿天星的意思是說 那也就算了 因為我們都滿天星的時候 沒辦法處理 所以說可能這些 那台鐵 因為可能有一個公家機關的 他的職能也不可能很久 因為他分裂的事做好就好 但是問題是這個東西 那誰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這個排位置設定 這個其實在業界是一個 蠻樓樓的問題 因為不只是這個 你智慧工廠 你是不是有那個百萬元 也是要有 那人家可能是一個 所以說 這個可能就是在業界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接力氣 那換句話講的是 業界的參與機會太少了 因為他才是比較實務的人 那實務的人才能夠解決實務的問題 因為他這個不是完全理論推導就可以出來 可以百萬元來解決論數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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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關係我們就 謝謝社會縣進提問 我想我們待會再一併組合來討論 時間關係我們就再進到後面 三位講者的一個論述 謝謝